大家好,我是阿伦,欢迎来到Scribe的学习课堂 今天为大家讲解的内容是Scribe初步实用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今天包括这四部分 代码实力,原理讲解,高级特性,总结 代码实力 这是今天的代码实力 这些代码完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呢 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问题的列表页 通过问题的列表页进到问题的详细内容页 抓取详细内容页上的标题 选票数,证文 标签 首先,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 如果让你去实现这个功能 你需要写多少行代码 都需要做多少步 每一步都干什么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 Scribe用了多少行代码去实现这个功能 首先,引入Scribe这个类 然后下面是一个class 这个class继承了scrappy.spider 这是scrappy里面的爬虫的积累 然后有两个属性和两个方法 第一个属性 name等于stack overflow 这是partum的名字 这个名字 在一个工程中必须是唯一的 startURLs 初始链接 也就是总字链接 press函数 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self 相当于普通语言中的this response 它是一个响应 是对某一个URL请清之后 所产生的响应 这一部分 是通过response 这个对象中的css方法 去抽取相应的链接 根据这个链接的特点 去抽取 如果大家对html比较熟悉的话 很容易能看懂这些是什么 theirquestionSummer 这是某一个标签的一个class属性 h3 是html的一个标签 然后是a标签 a标签中的href属性 然后对这里面的每一个URL进行循环 首先是生成一个forURL 也就是说 把刚抽取出来的相对连接 组合成一个绝对连接 然后 对生成的这个全路径URL 实力化一个request 并指定它的回调函数 为pressquestion pressquestion 这个函数将会去解析forURL 所产生的页面 也就是 会在这个页面上 抽取咱们最终想要的数据 第一个 pattle 同样是通过css抽取器 去抽取 这个表达是返回词 是一个list 也就是普通语言中的数组 取它的第一个元素 votes 道理也一样 body text text这个地方 它并没有取 第一个元素 而是取了所有的元素 link link的字为 response的URL 这个URL 就是产生response的URL 然后咱们去运行一下这个代码 再次运行 可以看到屏幕上已经有日志信息输出 而且 显示了Patch的数据 最终运行完毕 现在看一下是否生成了咱们想要的数据 可以看一下 确实有abc.csv这个文件 具体打开看一下 已经有了要Patch的内容 body votes text link title 通过这个过程 大家是不是感觉到 写一个爬虫 并不是那么困难 只需要几行的代码 运行一个命令 就可以获得你想要的结果 之所以 看起来这么简单 是因为 在背后 scrpy帮你做了很多 现在 对它的原理进行讲解 首先看一下这个命令 scrpy scrpy rnspatter sumfiles.py 杠欧 xx.csv 这个sumbody.py 是你刚才所写的那个脚本文件 当运行这个命令之后 它首先会在sumbody.py文件中找到一定义的爬虫 然后通过抓据引擎 然后通过抓据引擎运行爬虫 这个爬虫也就是你刚才所定义的那个类 然后在这个类里面它具体的执行过程 首先使用start.url去生成初始的request 并默认把purse作为它的回调函数 也就是使用这个链接去生成初始的request 并用这个函数purse作为它的默认回调函数 这个你虽然并没有看到具体的代码实现 script已经帮你去做了 然后在purse函数中 我们利用css选择器去获得目标的url 并注册purserequestion 作为目标url的回调函数 抽取目标url 使用purserequestion 作为目标url的回调函数 并在postrequestion中 抽取我们最终想要的内容 除了这些script还帮我们做了 比如request的调度 这些request它并不是运行第一个之后再运行第二个 它是一步的 它们之间的相互执行并不影响 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一些参数 去控制request的一些其他的特性 比如说你对某一个域名或者IP 同时发起的请求个数 以及不同的请求之间 它的延迟下载延迟 甚至你可以设置一个参数 让script自动去调节下载延迟 这些特性 我们会在后续的课程中一一讲解 除了这些 script还有一些高级的特性 第一个 它内置了数据抽取器 比如css xpathre 第二 script shell 交互式控制台 用于调试数据的抽取方法 第三 内置对结果输出的支持 可以保存为json csvxml 也就是刚才咱们运行命令的时候 咱们这个-o之后的 如果写成abc.xml 那它的最终结果就会保存成一个xml文件 如果是abc.json 它的最终结果就会保存成一个json文件 自动处理编码 它会根据网页的不同的编码 自动处理成正确的编码 第五 支持自定义的扩展 第六 除了自定义的扩展之外 它内置了一些扩展 可以用于处理cookie session cookie是服务端放在浏览器端的 一些信息 文本信息 用来记录用户的身份 以及其他的一些属性 session 是服务器放在服务端的一些信息 同样也是用来记录客户的一些属性 比如用户名 密码 第二 处理http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 压缩 认证 缓存 第三 它可以不停的去轮换user agent 为什么要去轮换user agent呢 因为你使用同一个user agent 或者说不是浏览器的user agent 对某一个服务器进行访问的时候 它会把你禁掉 第四 robot.t robot.t 这个文件 一般情况下 每一个网站都会有一个 它用来告诉爬虫 我哪些页面是可以爬去的 哪些页面是不可以爬去的 第五 crawler depth restriction 它可以限制爬去的深度 刚才的这个例子 它的深度 为二 爬去第一层页面之后 又爬去了第二层的页面 当然你可以再在第二层的页面上 获取子链接 爬去第三层的页面 爬去多少层 你可以对它进行限制 比如说 你限制了爬去的层次为三 当你在爬去第四层页面的时候 scrib已经会限制你 让你做不到这一点 当然这个参数完全是你自己设置的 跟你需要要爬去的深度是多少 第七 远程调识scrib 第八 更多的支持 比如说 它可以爬去xml文件 csv文件 除此之外 还可以下载网页中的图片 刚才介绍的这些高级特性 现在大家对它进行只是一个了解 知道有这么多特性 后续呢 我们会对这些特性进行讲解 这次课对大家的要求是 掌握简单爬虫的编写方法 比如本节的事例 要学会去模仿 这样的一个爬虫 比如说现在让你去写一个网站 叫xyz.com的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写成xyz 把这个网站 你要爬去那个页面的URL写在这里 然后如果这个网站上的这个页面是列表页 你首先要抽取目标URL 通过css抽取器 去获得你的目标URL 然后生成全路径的URL 然后实力发request 并注册这个fullURL的回调函数 然后用yard还回 z去写一个解析详细内容页的一个press函数 去最终抽取你想要的内容 第二了解scribe更多的特性 然后有一个作业 现在看一下这个作业 模仿本节所讲的爬虫势力 实现联合找报网 全球金融观察页面列表中新闻的抓取 并把抓取的内容保存为csv 要求 出使URL为这个 也就是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上有些新闻列表 比如说台湾准备推出短期提振经济措施 以及下面的这些 点开其中任意一个子链接 进到它的详细内容页 最重要抓取的内容是 标题 时间 正文 URL 保存的格式为csv 除此之外 你可以去看一下scribe的文档 怎么样 去把刚才页面上输出的那些日志 保存成一个log文件 这样的话更便于以后去查看log信息 今天的课程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